6月8日世界海洋日 台湾环保团体荒野保护协会 举办第一届捷径海洋产业博览会 循着从海滩减十道的拖鞋轨迹步入会场 门口摆放着废弃篮球、瓶盖、保利笼、纸杯 远处的海滩造景看似美丽 近看却是塑胶碎片堆积而成 这些都是人类去海边游玩遗留下来的垃圾 正污染着海洋 旷野保护协会理事长赖荣孝表示 自2004年起每年净摊 并对减实的垃圾进行记录和统计 他说 他发现现在所有在海滩上面的垃圾当中 构式当然有 最严重的大概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塑胶 第二个是一致性的一个餐具 包含纸杯、摊合相关的这个部分 那危害最大的塑胶 荒野携手塑胶中心和台湾好文化基金会 筛选出50项商品与技术 颁发首届海洋友善蓝色翅膀标章 希望抛砖引玉 推动近海蓝色消费 获奖的全昌有限公司 以不锈钢材质的环保吸管 代替坊间的塑胶吸管 连喝珍珠奶茶的尺寸都有 老板朱学杰说 其实我们三年前发想的原因 其实就是 想要取代一次性的吸管 那因为我们以前用的一次性的餐具跟吸管 实在太多了 所以为了我们想要健康 我们自己的健康 所以我的发想其实就是 健康跟环保这个部分 大爱感恩科技公司的环保材质 衣鞋背包也都获奖 设计人廖慧玲指着 科技震灾行李包表示 最主要的设计是希望说 让灾区的人 就是我们去振灾的人 他能够在没水没电的时候 可以借用太阳能的光 然后进行一个充电的功能 赖荣效鼓励企业生产 与消费者消费的时候 能够以减法减少塑胶的用量 转换促进回收循环 归零使用生物可分解材质 捷径捷径水质与灵废气为原则 为近海贡献一份力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